胡太太她说我当初答应嫁给你 是看上你们家没有钱的 如果你们家有钱我根本就不嫁给你 其实她是很聪明 在这方面她是很高明的 现在很多人老喜欢嫁给有钱的人 我告诉你 我看了最少40年 凡是嫁到有钱人的家里 你的身份证上面 你的职业男最好改成什么 改成高级佣人 你根本就是高级佣人 你看有什么 你好好去揣摩揣摩 钱是人家的 给你的只是说要用的部分 上面始终提防你 你嫁到我们家 是不是想抢财产 你不能怪他 因为他对你始终是存疑的 第三个 你形势就比人家低 因为你家穷 你有今天能够穿这么好衣服 就是为了嫁一个富有的丈夫 所以我有一个朋友 当然现在年纪很大 他一生就有一个原则 我也很佩服他 他说我的女儿 他有三个女儿 挑对象的时候 我都告诉他 嫁一个比我们家穷一点 你过去日子会好过一点 嫁给我们有钱的 你就准备吃苦了 果然他三个女儿 最后都很幸福 我们没有说这是一定的 什么叫做必杀之利 好像非将不可没有 只是提供大家参考而已